自动驾驶一直以来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技术 受到广泛关注 6月27号位于上海嘉定区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正式上线自动驾驶载人测试 这是上海首次进行载人测试 如今已经过去两周时间 有多少人去体验过 访会如何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记者在试诚现场看到 很多乘客在签署相关告知书后 由工作人员安排依次呼叫 试乘自动驾驶网约车 当车辆抵达后 汽车前排配备了两名安全驾驶员 乘客坐在后排座位 根据不同路线行驶15到20分钟不等 工作人员介绍 自6月27号正式推出载人测试之后 预约体验的乘客已达数万人次 试乘反馈各有不同 还是有一点不放心 如果有这个Pad 我可以实时看到它这个车况 以及这个误况的识别程度怎么样 然后就在乘坐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误况识别是相当好 目前运营的自动驾驶汽车 在车顶共安装了近20个传感器 包括雷达和摄像头等 乘客在体验过程中表示 感觉自动驾驶更智能化 但存在刹车生硬 车速保守等问题 当我们引入足够多的乘客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让我们把这些体验的需求提炼出来 它就会变成对于我们反向研发的需求和要求 让我们的研发 其实更有针对性地去解决 在自动驾驶测试过程中的 这些体验上的问题 有专家表示 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 不仅要研发车辆本身的技术 更需要道路技术和云技术的配合开发 车 路 未来一定会有一朵交通云 车 路 云 这样的一体化的一个自动网联交通体系 自动车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将来路要自动化 另外更重要的将来可能是一个云端的 交通的指挥作用 专家介绍 飞机在没有标识的航道上 早已实践自动驾驶 完全通过卫星导航和塔台控制 因此 未来的自动驾驶会依赖高精导航地图 形成看不见的数字道路 并通过高效的云计算 形成统一的交通规划 技术瓶颈 正随着中国5G技术和导航技术的崛起 而被突破